而民眾黨下個月要來舉行親子路跑活動 但是現在網紅四叉毛卻發現說 在招募志工的文宣故事當中 把參與路跑的小草們稱作是堂口生物 不只如此 還包括像是有堂主以及堂老大等等的角色 而由於去年選戰期間 民眾黨才因為多名的幹部 以及候選人被挖出有前科 因此遭到外界嘲諷是民眾堂 這一回卻是自稱堂口生物 也讓四叉毛笑稱這難道是落實指控嗎 潮Q文宣圖吸引目光 民眾黨將在10月19號舉行親子路跑活動 但敏感時機辦活動 讓留言區湧入網友嘲諷 地點能否改成 京華城到土城的雙城路跑 還有人說要看房賞物路線等等 不只如此 這場活動還被網紅四叉毛發現 竟然在活動簡介中 把小草稱為堂口生物 裡面還有一個叫堂主的 還有叫堂老大的 去年翻出了很多台灣民眾黨裡面的 那個幹部啦 有很多各種前科 宛如黑道堂口一般 是民眾堂 不只自稱堂口生物 還有堂主和堂老大 完全不顧先前被嘲諷是民眾堂的負面形象 四叉毛在舉黃國昌為例 原來國聰還有這層意思 為家聰也就所謂說 他再加一點點他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收割 他就把他的那個家聰 自己就自稱為黃國聰嘛 然後把那個蔥做成他的那個國蔥娃娃 是民眾黨官方帶頭自嘲還是一時疏忽 對此民眾黨不予回應 不過攤開最新政黨支持度民調 民進黨以35.5%佔據第一 接著是國民黨的23.2% 民眾黨則剩下12% 相較上個月再度下滑1.8個百分點 而在柯文哲的個人好感度上 32.1%民眾表示反感高於好感度的29% 好感度也在過去九個月大跌超過10個百分點 我認為一些民眾黨支持者或柯文哲的支持者 在這個階段會比較傾向於不表態的一個狀態 但是呢如果這些選民對於所謂的民眾黨感到失望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可能把他非藍非綠的情緒移轉到 另外一個所謂的第三政黨 隨著今華城弊案進入調查程序 柯文哲人又還在羈押中 民眾黨想靠全台宣講 全力鞏固支持者 但柯文哲究竟有沒有涉及不法 也直接牽動民眾黨的未來 記得陳思琦 夏君辰 台北桑莫島